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过两天就要结冰了 这时候师父就说 把院子里头的那些大的水缸 把它都放倒 把水都倒掉 把它扣着 小商民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多麻烦呢 然后要下大雪了 师父又说了 去把我们那些盆栽 把它都躺在地上 尤其那些高高的长的那些 龙脖这些把它躺在地上 小商民又不懂了 干嘛的一个一个一个 好像躺着的人躺在地上一样 这多难看啊 后来师父跟他说 哎 你要知道冬天水一结冰 那钢就会裂 那些树如果落了雪 那雪很厚地落了什么树枝 会不会压垮呀 你先把它倒空 以后再注满 你先把它放倒 以后再让它立起 然后师父要春天到了 师父要出游了 要云游了 然后小商民说 哎呦你走了 我们怎么办呢 师父笑着对他说 你们能够放下 放空 放平 放心 我就可以放手了